接下來就是我開心分享什麼就分享什麼部分 就像是我們親眼 接下來就是我開心分享什麼就分享什麼 個人記錄的部分 像是我就親眼看到Aputure 1200d 就是我新買的1200d Pro 然後正是在片場拍攝 還有那個Nova P600 比較大的平板 但也被我親眼看到在片場使用 然後我還學到一些東西像是製片它很會算時間 製片就是管預算的嘛 那它當然是精打細算 月精打細算 那我還學到一些東西像是製片它就是管預算的嘛 所以我們變成精打細算越好 省越多越好啊 這當然是省越多它賺越多的概念 所以變成你叫人來 那你可能就是叫一個可能中午之後 就是他自己吃完午餐 然後再來你就可以省下中午午餐的錢 然後放人你可能就是在晚餐的錢一個小時 或者是剛好晚餐時間放人 你這樣就不用幫他買晚餐了 就直接省了一些錢 就是省小錢啦 省小錢小技巧